是否有机会令到它会跌一跌下来才买呢? 你看到它近段时间 那个trading range就63至65都很窄的了 如果真的想买来长线收息的话 就希望刻心点说 有没有机会突然爆些大股灾 它跌穿63元那些位置你就和它撿鸡 我想那时候买就比较好一些 如果你现在买下去 其实都是上上落落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数的 当然你说我很多钱了 我一定要买一些了 那你先买一点点 但是你可以等那个机会真的炸下来才买 就是4厘在你心目中 就真的不是一个很吸引的汇报 当你941都有整个8厘的时候 大家的照片都是差不多的 我利身我有941了 那我当然愿意选941了 都不选823了 这个比较都挺有趣 是啊 不过问多一句就是 其实823海外的部署其实就很明确了 就是说明我现在要做一个环球的read 但是短期而言 就是短期可能去到年底 它会不会都受累于那个汇对的损失呢 其实 我这个真的很似乎它自己 有没有一些对冲 或者怎样入账 是 究竟它跌数是进去Balance 我想应该就未必会太大 可能你说收入上面 究竟它怎样对 就是可能这样有些影响 澳洲的时候 澳市跌得厉害的话 我设计到香港这边会怎样呢 就是可能有少少影响 不过这个就真的要到时才知道 因为如果你要很熟悉股票才知道 我就不是很熟悉 变成可能要看一些报告 究竟来到那个会对上面会怎样影响 不过这个都 Rendy说的 就是要留意一下的 是 始终强美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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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осто 人